大家好,这里是金牌娱乐 自从嫁给了大一哥的儿子猪单位之后 陈亚南火速的成为了知名大网红 全网粉丝突破了500万,绝对是让人相当羡慕 只不过陈亚南随后就开启了直播带货之路 却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反感 有人称这才是陈亚南为什么会与猪家小胖男结婚的目的 猪家除了钱,儿子要学历没学历 要人才没人才,要本事更没有本事 傻大个一个,他图朱之文的儿子什么 主要是图朱之文的名气 这才是重中之重 没结婚之前,谁知道有陈亚南这么样的一个人 结婚就是奔着网红来的 不是有很多人使出了十八般武艺也不红吗 只能说没有寻找到合适的目标和机会 陈亚南一击击中 只不过由于是辞掉了中医院护士的工作而当网红 很多人都觉得陈亚南太想赚钱了 就在近日,陈亚南的父母也是开了直播 对于网友的诸多疑问也是给出了答案 陈亚南的父亲称,女儿确实是从中医院辞职了 但是直播带货根本都不是为了钱 而是为了好玩 所谓的嫁给了大一哥的儿子朱丹伟 就是为了当网红是不正确的 因为自己家的底子也很厚 用不着陈亚南去直播赚钱 其实陈亚南家确实是有这个底气 毕竟他家是开工厂的 家境殷实,即使自己什么都不做 一辈子衣食无忧也是肯定的 找个事情做做,不要让自己太无聊 才是他开直播的根本目的 只不过虽然陈亚南的父亲这么说 但是实际情况却有些出入 因为他和他老婆也是开起了直播 几天之内就吸粉了7万人 有趣的是,女儿不直播 父母倒是接力上来了 甚至连一向不想上镜的陈亚南父亲 也是屡屡出镜 让人不禁怀疑这一家子都准备转型当网红了吗 其实毕竟做实体不如直播挣钱来得快 即使是当了网红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用不着刻意说直播不用挣钱 这样的行为就是掩耳盗铃 如果不想靠直播挣钱 不想当网红 估计陈亚南一家也不会选择大一哥了吧 就这样做了 再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